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塔利班 曾在开斋节期间停火三天 据报道 加尼在喀布尔的记者会上说 现在由塔利班来决定 是要继续杀戮行为 还是加入和平进程 他在会上再次促进塔利班 展开全面和平谈判 报道称 在本月15日至17日的开斋节停火期间 卸下武装的塔利班叛军曾同政府军 警察和平民在喀布尔和其他地方的街头同欢 加尼随后下令延长停火十天 今天的宣布意味着 阿富汗安全部队 可以恢复打击塔利班的军队